关于铁帽子王,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世袭网替,属于清朝最高的爵位,为清朝开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八大亲王为主,满清后期又增加了四位恩丰的铁帽子王。 可能大家不知道,其实铁帽子王一直到乾隆43年才有的说法,之前并非叫铁帽子王,本期大学士跟你聊聊清朝亲王爵位的成绩方式和铁帽子王的由来。 在视频后半段详细说说十二家铁帽子王是如何成绩的,看过雍正王朝的朋友都知道剧中两次提到铁帽子王。 一次是雍正刚刚即位时,吴先生决定隐退,在离开京城时特意嘱咐十三爷,要拼了命辞掉铁帽子王这一荣誉,否则会给自己埋下隐患。 第二次是印寺和印堂等人,与关外的几个王爷借整顿齐武之名,企图架空雍正实行所谓的八王异政。 后来在张廷玉与印象的合力下才得以解围。 印象对着几个关外王爷说,还不赶紧向皇上认罪,难道真要皇上废了你们头上的铁帽子吗? 雍正王朝毕竟属于影视作品,其中有很多剧情和真实的历史是有差距的。 比如铁帽子王这个称呼就很有问题,它不应该出现在雍正朝,而是在乾隆朝以后,确切地说是在乾隆四十三年以后才有的。 所谓铁帽子王就是世袭网替的亲王或者骏王。 观众朋友可能会有一个概念,清代的亲王和骏王无非就两种,一种是世袭网替的,一种是将等席绝的。 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完全准确,关键在于有个时间节点,而这个时间节点就是乾隆四十三年。 先来说乾隆四十三年以前的爵位成其情况,清代宗室爵位分十二级若干等,大学是以亲王为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 我们知道,清代共有十个铁帽子亲王和两位郡王,其中八位是公封,即清初开国公王,四位是恩封亲王。 亲王的爵位始于皇太极改元称帝后,也就是崇德年间。 当时霍丰亲王的仅有六个,李亲王戴善,瑞亲王多尔滚,正亲王吉尔哈朗,成亲王月托,与亲王多多,肃亲王豪格。 这六个人都有一个特征,他们都是八旗旗主,所以崇德时期封和朔亲王是有个基本原则,非旗主不封亲王。 由于月托后来获罪,被将为克勤君王,顺治朝时又加上了庄亲王朔瑟和顺承君王乐可得魂,才最终形成了清初的八大铁帽子王。 这六王从崇德时期首次分封时,就没有规定他们是世袭网替的,也没有规定是将等成袭的。 因此他们死后,都由自己的儿子承起了亲王爵位。 唯一不同的是,六个亲王中,除了遇亲王多多外,其他人的封号在顺治康熙时期都发生了变化。 以李亲王为例,戴善去世后由他的第七子满达海承起亲王爵位,并改为简亲王,不久又改为殉亲王。 到了第四代时,又改成了康亲王,第一任康亲王便是康熙朝平定三番的主要功臣杰书。 雍正朝康亲王改为简亲王,乾隆朝又改为公亲王,直到乾隆四十三年才最终恢复了李亲王的封号。 所以说李亲王一脉,亲王的封号变动最多,再如正亲王,曾改封号为简亲王,肃亲王改封号为显亲王。 至于多尔滚是由于死后遭到顺治地的清算,所以锐亲王爵位被革,直到乾隆四十三年才恢复。 不管封号如何变动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那就是亲王的爵位始终没有发生变动,虽然有因罪被降后又中进的。 这是因为清初时期,宗室王公的数量尚不多,二来则是当时中原尚未大定,这些王爷大部分都是领军统兵的一方大将。 到了康熙后期以及雍正一朝,亲王朝的统治趋于稳固,但这一时期亲王的成齐,依然遵循组织,没有采取降等席决的措施。 乾隆四十三年以后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。 乾隆中后期,由于宗室繁衍,加上顺治,康熙,雍正三朝又增加了诸多皇子。 这样一来,亲王和郡王的爵位就很多了,国家负担过重。 为了防止像明代一样出现严重的宗路问题,乾隆实行王宫降席的制度。 乾隆四十三年,为多尔滚翻案,借此契机。 乾隆将对亲王多尔滚恢复了亲王爵位,并配向太廟,准其世袭罔替。 同时将清出的几个公王配向太廟,加安世袭罔替。 至此,才有了铁帽子王这个称呼。 所以说乾隆四十三年以前,亲王的爵位都是不降等席决的,大家待遇都一样。 也就不需要强调铁帽子这一说法了。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,遗亲王允祥算是一个特例。 雍正八年允祥病逝,雍正下了一道玉址说, 无敌之子虹晓,助袭封一亲王,逝世相成,永远伏涕。 凡朕家于无敌之恩典,后代子孙不得任意捎减。 雍正这道玉址中所说的逝世相成,永远伏涕,似乎也有世袭罔替的意思。 不过一亲王爵位世袭罔替是在乾隆初年才正式决定的。 幻言之允祥才是清代第一个获得铁帽子王称号的亲王。 铁帽子王这种世袭罔替的王爵,只有极少数宗室王爷才能获得的殊荣。 所以说这个制度虽然起源于清初,但是铁帽子王的这个名字到乾隆时期才被确定。 这十二家世袭罔替的爵位,大部分为亲王,少部分是郡王。 经过满清将近三百年的传承,铁帽子王世家是如何承袭的呢? 下面跟各位分享下各家铁帽子王爵位的承袭过程。 视频中每种颜色代表一家铁帽子王,普通字体代表郡王,家粗字体代表亲王,蓝色家粗字体的黄色矿代表当时的皇帝。 努尔哈赤时期,使八戚为私产,以嫡出子孙如戴善、皇太极、多尔滚、月托、豪格等分领各旗。 其嫡出尔哈旗之子阿敏和吉尔哈朗也先后领友一旗,称为大贝勒和朔贝勒其主贝勒。 1636年,皇太极登基称帝,见国号大清,开始正式搬行封决制度,册封大贝勒戴善为和朔里亲王,贝勒吉尔哈朗为和朔正亲王。 莫尔根代清贝勒多尔滚为和朔里亲王,厄尔克楚胡尔贝勒多多为和朔与亲王,贝勒豪格为和朔祖亲王,约托为和朔成亲王。 他之后因罪削绝,并于重得四年去世,追封克勤郡王,被后世称为铁帽子王的,就包括此次分封的五个亲王一个郡王。 顺至元年1644年10月,顺至抵登基,曾凤凰太极第五子朔塞为多罗城泽郡王。 顺至八年又以军功被禁封为亲王。 朔塞死后,其爵位由其子伯果夺承袭,改成庄亲王。 顺至五年1648年9月,因前贡增封戴善之孙勒克德魂为顺承郡王。 1661年,清灭南明,统一全国。 此时,多尔滚史丰的瑞亲王已被撤销,多多史丰的御亲王将为郡王传习,到此时被后世称为铁帽子王的包括四亲王三郡王。 此期间戴善去世,他的和朔亲王爵位由第七子满达海习成,只是名号被改为了殉亲王。 在顺至16年的时候,满达海被人检举,称其在清算多尔滚时期,侵吞了大量财产,引发了顺至帝的不满。 然而满达海早在顺至9年就已经去世,此时他的儿子长阿代称起了殉亲王的名号和爵位。 于是,顺至废除了满达海以及长阿代的和朔亲王爵位,同时安排戴善之孙杰书,习成了家族式爵位。 努尔哈赤的第四代中,以杰书能力最强,比福泉和长宁强太多。 1673年,平溪王吴三贵打着恢复大明旗帜,处死云南巡抚诸国制,起兵造反。 起兵不到半年,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广西、广东、江西、福建均落入三藩之首。 湖南、陕西、浙江、甘肃也大多沦陷。 与此同时,查哈尔蒙古亲王布尔尼起兵,响应吴三贵,准备进攻京师,抗旗惶恐不安。 三藩之乱,是对八旗的一次考验,入关不到三十年,能否还能进行一战呢? 吴三贵兵马大将马宝,横扫湖南。 驻防在荆州和襄阳的八旗铁骑不敢增援,坐视有军败亡。 永兴之战,马宝率骑一军与康旗派往湖南的八旗主力对决。 八旗一败涂地,四十二位将领阵亡沙场,之后军队归缩内城。 八旗的衰落,让康熙非常痛心,只好借助汉军绿营与吴三贵作战。 但是,康熙还是希望能重振八旗雄风,并培养一些帅才。 1674年,康熙任命结束为征南大将军,率八旗和绿营前往浙江与耿京中决战。 他不负康熙所望,打得耿京中走投无路再次详清,结果被凌迟处死。 同时,台湾正经也被他击败,退回宝岛。 他用六年时间平定了耿京中和正经的叛乱。 班师回朝时,康熙亲率百官去卢沟桥迎接,并设宴靠劳论功行上。 他同时上走康熙,举荐摇启胜总督福建准备收复宝岛。 凯旋的次年1682年,康熙追责,说杰叔不能快速进兵平叛,又不及时救援海城,剥夺他的军功并发奉路一年。 康熙平定叛乱后,国内局面趋于平稳,依靠藩属等杂粮人口有很大恢复,但是晚年时期励志腐败。 在亲王朝统治之初,国家税收基本上沿用人盯制,这一弊端让亲王朝陷入推势。 1727年,雍正改革,新政推行,印祥在此期间大力协助雍正立下大功,因此增封圣祖十三子印祥为宜亲王王决世袭。 庄亲王决位改之,由圣祖十六子允路承袭,此时共有五亲王和三君王。 如果说印祥是平实力挣来的铁帽子王,允路完全是靠运气也得到的铁帽子王。 可以说,他才是康熙儿子中最幸运的一个,完全是躺赢。 雍正推行贪丁入母的改革新政,贪丁入母与一条编法的基本思路和终极目标几乎是一致的。 所以说雍正的改革是张居正改革的延续。 但是雍正有帝王的权力,又处于王朝初期,所以他能一扫清国家的税收弊端, 让大清续命一百多年。 1746年,经过雍正朝的改革,到了乾隆皇帝登基后, 清朝进入即盛时期。 此时,铁帽子王是五个亲王和三个君王。 时间到了1778年,乾隆43年,乾隆帝为多尔滚平凡, 以多多后代多尔伯仍还为多尔滚后嗣,命令其后代纯颖仍惜锐亲王。 多尔伯是多多弟无子,因多尔滚无子,所以把他过继为嗣, 呈起了第二代锐亲王,顺治地清算多尔滚后,将为多罗贝勒。 所以乾隆43年恢复了他的锐亲王爵位,并命令其后代纯颖帝锐亲王。 同时,多多子孙的世袭爵位由郡王恢复为亲王,就是后世所说的玉亲王。 各个世袭王爵的名称均恢复为初代封王的爵位名称, 至此,铁帽子王的制度完全成型,并作为清朝后世定制。 此时的铁帽子王共九家,1799年,嘉庆清政,清朝开始走向衰败。 此时的铁帽子王仍是九家,七家亲王爵位,两家郡王爵位世袭王替。 到了1820年,嘉庆帝驾崩,到光帝继位,步入了晚清时代,铁帽子王数量没有变化。 从各个铁帽子王家族乘起次数看,戴善家族成员的寿命较短。 1840年,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,并签订了广州合约和南京条约等诸多不平等条约, 闭关锁国的大清被列强领主,开启各地赔款之路。 此时,国家仍然是九位铁帽子王。 但无一位可以力挽狂澜,解救时局之人。 1860年,第二次鸦片战争,英法联军攻陷北京,清朝皇帝丢下百姓,仓皇逃窜。 与此同时,南方的太平军依然是大,魅忧外患,大清面临着王国的危险。 到了,同志和光绪两朝时期,为了延续清廷的统治,拉拢宗室,增加他们的权力。 慈禧曾封宣宗第六子以新为宫亲王,王爵世袭。 曾封宣宗第七子,以宣为纯亲王,王爵世袭,也就是光绪的生父。 时间到了1900年,慈禧又曾封高宗第十七子永灵之孙一匡为庆亲王, 并王爵世袭。 自此清朝的十二大铁帽子王就此产生。 1911年清朝末世,康德皇帝溥一乃清朝最后一个皇帝,末代十二个铁帽子王分别为, 李亲王氏多,正亲王昭旭,瑞亲王魁斌,宇亲王茂林, 宿亲王善齐,庄亲王在宫,客秦郡王衍森, 顺承郡王乐乐贺,宇亲王玉琪,宇亲王蒲围,纯亲王宰封,姓亲王一匡。 下期跟各位聊聊清末十二家铁帽子王,面对王朝的覆灭, 他们分别做出了什么样的抉择,最终落得什么样的结局。 本期就到这里,感谢各位观看,我们下期见。